推天球训练 1.三级运动员训练阶段 训练任务 全面发展各项运动素质 促进身体健康发育 根据运动素质发展敏感期的特点 优先发展速度 小肌肉群力量 爆发力 灵敏 和柔韧素质 学习掌握多项运动技能 初步学会推天球的完整技术 注意运动员心理素质培养 训练内容 一般训练 不同距离的加速跑 起跑 行进肩跑 短跑 和越野跑 以及跨栏跑 不同形式的跳距离练习 如单足跳 多级跨步跳 立定跳远 立定跳远 立定三级跳远 立定五级跳远 多级挖跳 out of the 发展大小肌群的各种力量练习 发展灵敏性的各种球类活动和游戏 各种柔韧性的练习 专项训练 各种负重的专门力量练习 如负重、杠铃转体 斜板握推 仰握单臂举弧铃 负重滑步练习等 各种形式的投掷练习 和持细节与不持细节的基本技术 及各种技术的专门练习 训练要点提示 少年运动员的训练 首先要掌握推迁球的基本技术 进而掌握正确的推迁球的完整技术 技术训练的内容、方法、手段 要全面多样 对运动员的训练 以正面评价为主 以提高他们训练的积极性和兴趣 建立具有合理速度节奏的 推迁球技术的指导思想 在技术训练中 以中小强度和轻器节练习为主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形成正确动作定型后 方可采取较重器节的练习 此阶段应以一般训练为主 以量的重复为主 力量训练应围绕着改进技术进行 不要过多地进行专门训练和大强度训练 2. 二级运动员训练阶段 训练任务 进一步发展各项运动素质 提高健康水平 改进完善完整的推迁球技术 重视运动员参赛能力的培养 训练内容 一般训练 应继续采用上一阶段用过的各种跑跳练习 球类活动 和游戏等 全面提高运动员身体训练水平 此外 还要采用一些符合专项特点的投掷练习 如不同器杰的前抛 后抛 以及发展肌肉力量的练习 专门训练 常用的专门练习 与上一阶段大体相同 但突出了推迁球完整技术的练习 投掷不同重量的迁球练习 即专项力量训练 训练要点提示 此阶段应增加专项运动素质的训练比重 重点发展快速力量 逐渐建立推迁球良好的肌肉用力感觉 不失时机地培养运动员的自信心 强化训练动机 树立奋斗目标 选择一至两项适合个人特点的副项进行训练 三一级运动员训练 训练任务在全面发展运动素质的基础上 提高专项运动素质 突出速度力量和专项力量训练 巩固提高推迁球的完整技术 形成良好的速度节奏 积极参加国内外比赛 积累大赛经验 加强心理训练 训练内容 一般训练 教学采用前两个阶段使用过的跑跳练习 各种形式的投掷练习 速度力量和绝对力量练习 进一步提高身体训练水平 专项训练 广泛采用不同重量的牵球 进行投掷练习 在现代牵球运动员的训练中 投掷不同重量牵球 以由阶段性过渡到全年性 这是因为投掷不同重量牵球 能分化运动员的感觉 减轻疲劳 能有效地提高动作速度 增加动作幅度 并可防止动作节奏的僵化 训练要点提示 技术训练 应注意与身体训练相结合 在不同训练阶段 妥善地安排二者的比重 采用较大重量的杠铃练习 要注意循序渐进 手段、方法和训练复合安排要合理 完整技术练习时 要注意滑步与最后用力动作的衔接 推牵球技术的合理速度节奏 应是一个从滑步到出手的完整加速过程 国内外研究表明 优秀牵球运动员 滑步阶段获得的速度 约为出手速度的15% 转换阶段 牵球的速度为15% 至20% 最后用力阶段为80%至80% 增加推重牵球练习的比重 4.运动健将训练阶段 训练任务 强化专项运动素质和专项能力的训练 进一步完善专项技术 提高技术的稳定性 身体训练以绝对力量和专项速度力量为主 兼顾其他素质的协调发展 进一步加强心理训练 确保训练质量和比赛成绩的正常发挥 训练内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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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性的安排训练 运动复合 年投掷量大约在1万次 其中 投掷量约1分之1的强度 应达到本人最大强度的80%以上 不同训练阶段的运动员复合见下表 年龄较大的运动员 由于身体恢复较慢 技术练习应采用 少吃多餐的训练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